其實自從節目開拍之後 我就沒有參與過任何綜藝裏面的規則設置了 所以說我相比於其他的嘉賓 不過是多了一個製片人的稱號而已 這個節目最開始找嘉賓其實非常的困難 我記得當時網絡上對於雙星CP的呼聲很高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我才選擇讓陸心妍來當我的節目嘉賓 網友又問 你和陸心妍是假戲真做嗎 你們在節目裏有劇本嗎 如果說綜藝沒有前提的設置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為首先我們要訂約會的地點 還有約會的規則 在這些的前提下 我們是不會去干涉嘉賓的情感走向的 所以請大家放心 你們所在節目裡看到的嘉賓反應 全部都是真實的 最後一個問題 前一陣子看到陸心妍出院 沈欣若一直在照顧 請問你們是復合了嗎 前段時間因為某些原因我確實是住院了 當時我爸媽不在家 身邊也沒有別的親人 所以他照顧我 應該算是一種 人道主義關懷 其實瞭解我們兩個人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家裡雙方是視角 他不僅是我的朋友 同時也是我的綜藝嘉賓 那如果他出問題 我綜藝也沒有辦法錄下去 沈志篇的這段話 讓我們對雙星CP的情感走向 充滿了期待 現在直播間的網友都呼籲 雙星CP可以根據指令 完成甜蜜三連拍 那我們就滿足大家的願望 非常感謝大家這麼久以來 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我們的節目熱度破兩萬了 希望之後大家可以繼續 多多支持我們的節目 祝再見烹人心動 收視成紅 親親 你這個倒數 有我以後就跟別的安組 CTP死亡人了 你把你抓 黃學院 現在所有人 直播現在都給我關掉 關 放開 給我 放開我 給我 你誰要我認識你了 李奇 有人向你的公司提供了材料 舉報你家暴 所以你被開除了 你中間誰啊 你怎麼知道的 我是石勤很性弱的同學 來找你 就是想聊聊你的事 好 那你先告訴我 是誰 拿著材料 去我們公司舉報的 具體是誰我也不好說 按道理 這是你跟石勤的家事 你們兩個不說 還能有誰知道 沈星鵝 就是他 石勤現在 在錄的節目確實是 沈星鵝做的 他在節目裡 先認識了一個人 每天 過得都挺開心的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我跟他呢 一直想要我的孩子 反正死活不同意 我現在明白了 他就想搞破解 對吧 也是 你說他如果 想跟你好好過日子的話 怎麼可能不想跟你 要小孩呢 所以說他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跟那個男的 搞破血 李琪 其實我真的挺同情你的 你本來有工作 有老婆 結果現在被人搞的 工作丟了 老婆也跑了 換作我是你的話 那我可淹不下這口氣 那我淹不下 我又能怎麼辦啊 是嗎 以其人之道 還之其人之身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沒有他們從頭搗亂 咱倆不會這樣的 你放開我 你放開 我 老實點 我把什麼都給你了 我娶你把所有的 都給乾淨了 可你呢 你希望讓別的男的了 對吧 你那臉呢 你良心哪 我最別動是 你還要給你 現在所有人 代價並離開現場 快走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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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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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我 你可以啊 你這公司還舉報我 是吧 我不會放過你的 你回來 我讓你走了嗎 你回來 我再帶走 跟我回來 走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進來的 常活都在幹什麼呢 我們當時 只圍住了海灘的一側 它是從另一側進來的 感覺 它對我們的場地 非常地熟悉 既然這個事情 已經成了事實 我們就稍後再考慮吧 李奇進來說的這句話 大家都聽到了 還有和思月打李奇這件事 我們現在先考慮一下 這個怎麼辦吧 網上的直播回放 我們已經跟平台做了溝通 現在李奇傳進來的部分 已經被剪掉了 好 對下的綜藝也抓住這個點 相關幾個公眾號 已經發了文章了 我們的宣傳已經聯繫他們了 讓我們趕緊把相關的 視頻和文章刪掉下架 星姐 你看這是什麼 我們當時不是已經 把直播關掉了嗎 這角度感覺也不像是我們的攝影機 難道是李奇提前佈置好的 李奇他一個人 幹不了這麼多事 我覺得 一定有人在幫他 是誰啊 小小姐 小小姐 你們繼續開會吧 我出去跟翟綠打個電話 大家好 我是再見蓬燃心動的嘉賓 何思悅 今天發布這個視頻 就是為了向大家深刻表達我的歉意 上次節目直播的時候 我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動手打了李奇先生 無論出於何種目的 動手打人是肯定不對的 星成道明 官方帳號都闢謠了 你記那個李奇就是鬥私的吧 這真是好手段啊 他在這麼輕鬆 真的很熱鬧 以及還有其他證據嗎 指派翟嘉靖律師 一下成為本所女兒 我的天哪 這就是求垂得垂啊 這不就是那幾個嘉賓嗎 這是環環化啊 距離再見碰燃心動 發布律師函 僅僅過去兩個小時 李奇就爆出了自己 當時受到威脅的視頻 視頻畫面比較糊 究竟是誰在說謊呢 怎麼樣 我們剛發出律師喊不到兩個小時 李奇就把那段視頻放出來了 現在網上的解析視頻都有了 這麼一套流暢的操作 絕對有人想好了要搞我們節目 你別著急 我想想辦法 不行 我們現在要抓緊時間 現在輿論對我們非常不利 平臺這邊人跟他約了 明天上午要找我開會 一定是要聊這個事 我覺得 做解析視頻那個博主 肯定是被人指使的 那他一定和指使他的人見過面 這樣 我找人去聯繫一下那個博主 看看能不能 問出來什麼 不過我覺得 帶李奇過來鬧事 在現場安插攝像頭 還找視頻博主剪輯視頻 這些事情絕對不是 李奇一個人能幹得了的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節目裡有人在跟他搭配合 我們要想辦法把那個人揪出來 你想好方案嗎 林弟 我們該上線了